在你这一路当中 你觉得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 一段时光是什么时间 最艰难的时光 也就是最近的疫情的三年 疫情的三年是吧 其他时间我觉得都还是 都是很顺畅的 因为一直在拿自己的专业去分享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功夫是真的 然后你又是用真心在对待所有的人 你觉得你在这疫情三年 你有怀疑过自己吗 有 或者想改行的一个想法吗 改行我倒没有想过 这个我倒是真没想过 要改行我早改了 你怀疑自己在什么呢 怀疑我自己下山这个事是对还是不对 该不该下山 对啊 那你再上去 在这上不去了 所以还是去调整了 调整了一个状态 因为之前你想 因为可能从来没有质疑过这种选择 因为想要去传播这个 咱们的传统文化 这个初心是从来没有变的 因为之前你想 已经经过几次的选择 那第一次下山来就第一次 就是在好莱坞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那你选择留在好莱坞 留在美国 对吧 移民也好 男女卡在那边去拍戏 然后教学 然后这是一个选择 对吧 那也是一个阶段 最后选择回国 那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选择就是像 金银姐你刚刚问到的 是要把当时的师兄弟们解散掉 自己一个人做 还是说是就不做这个了 你也选择 最后还是想着坚持 还是继续做 所以选择过了这种没有后悔 选择之后了就没有后悔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这种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对吧 气急到了 缘分到了 这个花儿就自然就开了 所以有了现在修德谷的 这么一块宝地 其实也更好的传道 所以你刚刚说的讲 从下山再上山 其实现在上的 虽然不是武当山 但也是房山嘛 对 房山的修德谷 修德兼修山了